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的总部和发源地都在西雅图 正是因为这些大企业的存在 也雇佣了很多高薪人士 让西雅图的发展非常迅速 当然西雅图的房价涨得也很快 以至于西雅图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无家可归者 因为城市房价他们实在负担不了 所以他们只能露宿街头 那么如何帮助这些人呢 西雅图市政府想了一个好办法 杀富济贫 怎么杀呢 就在2018年 西雅图的议会通过了一个人头税法案 这个人头税法案规定 在西雅图范围内 所有年收入超过2000万美元的大公司 你必须向西雅图市政府交这个人头税 你的每一名员工 你都要给西雅图市政府交275美元的人头税 西雅图当时算了一下 说大概有超过500个这样的企业 这些企业大概雇用了接近15万的员工 每个人275美元 大概西雅图市政府一年就能收到4750万美元 他们准备拿这个钱呢 去建一些临时场所 去帮助这个无家可归者 找一个能住的地方 而且人家西雅图的相关领导还说 我们一开始这个方案还不是275美元 我们一开始这个方案是500美元 这样的话 我们一年就能收到大概7500万美元 这样我们财政才有更多的钱 帮助这些无家可归者 根据美国相关法律 人家这个议会只要通过了这个议案 人家是有权利收这个钱的 可是这个人头税实在是有点太夸张了吧 就是因为我这个企业规模大 我年收入超过2000万美元了 结果我企业的每一个员工 每一年就得平白无故多交这个钱 我想这个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企业 一般人都是接受不了的 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比尔盖茨的觉悟 说这个国家收我税收的太少了 应当多收 我宁愿把我的全部身家都捐给国家的 大部分美国老百姓 人家也是挣工资过日子的 所以啊 你要收我这个人头税 自然是很多人反对的 自从去年西雅图议会通过了这个议案之后啊 就不断的有人上街游行抗议 凭什么你西雅图要收我这个人头税啊 终于啊 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抗争 西雅图议会服饿了 也感觉啊 收人头税这种杀富激贫的政策 实在是有点太赤裸裸了 太不得人心了 所以一个多月之后 人家又通过一个决议 把之前这个人头税的法案给废掉了 但是人家说了 准备寻求别的方案 让这些大公司拿出钱来帮助无家可贵者 所以啊 亚马逊也想 我在西雅图雇用了可四万多员工啊 很多当地人对我有不满了 感觉因为我的存在拉高了当地的房价 提升了当地的生活成本 是我雇这些员工挣到不少钱了 可毕竟还有大把不是我雇的员工啊 他们可能感觉我在西雅图不断的扩张 不断的膨胀 会挤压其他人的生存空间 所以干脆我在美国范围内 找地方建第二总部第三总部吧 不能把所有人都放到西雅图了 美国有的人就测算啊 亚马逊如果到别的城市去建设第二第三总部 每一年至少会给当地带来几万个就业机会 和几十亿美元的税收 所以啊 对于西雅图来讲 为了收每个人275美元的人头税 你一年在亚马逊身上也收不到2000万美元 可是你却有可能把一个几十亿纳税的大企业给逼走啊 这个账我们实在是算不过来呀